接下来是工匠学堂 各位同学,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文化委员会的副主任,杜艳芬 大家可以叫我做杜杜老师的 杜杜老师教大家去画国画 大家是否觉得国画是一个比较难的东西 其实不是的,当然它可以很难 但是也有一个比较轻松一点,容易一点的方法 今天我就教大家用一个轻松一点 用一个自在一点的方法去学画国画 看到这个展示品了 我今天就开始大概两堂读 我可以教大家画一幅海塘花 我们画画之前需要一些工具 亦都要有些准备 例如我们需要用毛笔 是毛笔 另外我们也要有颜料 我们的颜料都要用国画的颜料 就比较好些 我们准备几个碟 去开我们的颜色 去调我们的颜色 这些我们都需要准备好 另外我们还要有一个筆洗 筆洗的意思就是用来碟水 或者洗一洗支筆 这些工具都是需要的 画画最重要是什么 除了这些筆颜料之外 最重要当然是纸张 我给大家看看 这张是中国画 常用的叫孙子 而我们今天画的是一种 二笔的角画 二笔的角画 我们就必须要用到 是一个叫做生孙的孙子 因为孙子有分很多种 我们是分了生孙的孙子 来画我们的二笔角画 这个要大家记住 如果你在家 我不可以有这样的纸 我觉得你可以用A4纸去试一下 这种感觉也可以 A4纸都可以让你试一下 但当你要长期去画画的时候 就可以放弃A4纸了 必须用孙子 是生孙的孙子 另外孙子之外 我们近期都会很流行 用这种卡字 这种卡字有很多的尺寸 有很多的颜色 但大家在购买的时候 都要注意 你画二笔的角画的时候 都是要买生孙的卡字 这张卡字有什么好处呢 因为它已经是表好了 你画好了之后 已经是一个很漂亮的制成品 我们刚才介绍过一些笔的 现在这里你看到 是一些角画的笔 我们大概用一些中号的笔 浪豪或者兼豪都可以 这个就是我们经常会用到的笔 当然我们今次画的花是细花 所以我们的笔不需要太大 是因应你的花 因应你的需要而去改大一枝 用几大号的笔 那么我们画画的时候 你要定了 因为这张纸你可以这样 凌形来画的 但是我 就喜欢四方的 所以你必须要摆正它 好了 那我们开始画了 那我们今天就是画这个 海棠花 那海棠花呢 就注意了 我们会用一个柱虹 海棠花其实有很多颜色 那我们今天用了一个叫柱虹 来画这个番茄 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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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 你不想它 它就会很容易干的 另外我们会 加一些白 白色 在角画里面 是很重要的 因为白色 它是有一种白搭的颜色 亦都有提亮的作用 好了 我们拿起刚才 那支笔 我们要沾一沾水 我们会利用一个叫做 用笔洗的盛器 装一些清水 把笔盛满水之后 我们开始调色了 首先 我们把白色推开 好了 把笔盛满白色之后 我们再将笔尖 去将刚才那个柱虹色 染上我们的笔 在角画里面 我们的笔 就等于是一个调色版 你现在可以看看 我的笔 上面有白色 中间有一些浅一点的红色 我们再去点浓一点的柱虹色 这支笔看起来 已经有一个深浅不同的颜色 看到吗 白色 浅一点的红色 深一点的红色 好了 我们现在就去 怎样去画 这朵花 这朵花基本是有五番的 我们看看 假想这个是花心 你这支笔尖 就要对着花心 即是笔尖就已经向着自己了 一番 好了 在它的左边 或者右边 就形成了三番 好了 一二三 或者一二三 都ok的 然后我们 四五 也会变成了 看到不见到一朵花 然后我们继续用这种方法 我们画 בה 커� 画 você不可以一致地排开 uno работ一 二 三 花不能一致排開 所以通常是用稻品字型的方法 去構圖 我們繼續 這朵花壓到下面也無所謂 而且每朵花不一定是五番 有時是四番 為什麼呢? 因為它被前花遮了 所以可以四番 甚至三番 兩番都可以 現在大家看到這個構圖嗎? 大概兩朵花之後 去畫第三朵 你記得 花心其實是深色的 所以你必須那個深色 就要向花心去構圖 我們現在畫第三朵 你會看到一些白色不太夠 深色會多了 我們再來一個 兩個 三個 我們做一個正面的 隨時要跟那張紙和顏料溝通 因為你覺得它乾了 你就要去碰一點水 你覺得它不夠色 其實深深淺淺我們都接受的 不是每一朵都是一樣的 你看到基本是一個品字型 我們繼續畫 因為三朵花不太夠 我們繼續畫 我們繼續畫 你看到有些痺痺藍藍 其實不要緊的 因為我們意不意不 我們其實有時都追求這一種 不是太完美的 因為我們不是勾線出來的 因為我們這幅畫 因為我們這幅畫 會有一個花盆 我們一會兒會留少少少位 給它 好了 我們刻意留少少少白 做什麼呢 一會兒我們畫葉 我們現在畫花 基本可以舊的時候 我們開始畫葉 畫花容易畫葉難 所以葉雖然它是一個陪襯的作用 但是它隨時會令到你畫畫變成樣 不是你心目中想要的 都有可能的 我們現在開始就要畫葉 葉是綠色的 綠色是什麼 就是藍加黃就變成綠藍 至於哪一種綠 其實是看你自己喜歡的 因為沒有一把尺去量度 哪一種綠才叫做美 你喜歡的綠就是叫做美 我們要加一點藍色 太青藍 我們國畫的稱呼就是太青藍 或者用一種叫花青也可以 然後 然後 藍加黃就變成綠 但一樣我們每次畫完畫之後 拿完顏色之後 這個一定要做好 不然它會很發乾 我們又另外用一支筆 剛才畫花的筆 我們先放上去 一會兒還要用的 為什麼呢 我們是會畫一陣花 補一陣葉 然後又補一些花 將會豐富畫面 藍加黃 它立即變成綠 對吧 這種綠 有些叫做青一點的綠 有些叫做深一點的綠 就是看你自己喜歡 但我們不要把它調成成一種綠 因為越豐富的綠色就越好 開始畫葉了 畫葉其實也有一定的要求 例如說 我們的葉是磅在花旁 對吧 所以我們的葉通常 會在黑花的下面 左左右右 加上去 但是很少在花上去加 我們看看畫葉 我們用一個簡單的方法來教大家 就像一個小字型一樣 怎麼叫小字 小字大家都懂得寫 大概是這樣 三筆 大家看到嗎 這筆已經是一塊葉了 第一塊葉的時候 你可以去想想 看看 這個顏色我喜歡不喜歡 如果我覺得太淺 你可以加些藍 你覺得太深的時候 可以加些水 加些黃 我們開始第二個小字 可以是側封上去的 可以是側封上去的 都是小字 我們拆開來看 我們拆開來看 都是小字 我們試一下這裡畫 好嗎 這裡這樣 一筆 左一筆 右一筆 看到它的規律 其實是小字 但千萬不要在頂上 因為我們用來襯 在這個時候 我們可以先看一看 看一看 看一看 是否你想要的 夠不夠 不夠的時候 我們可以再補一些花 補一些花在這裡 因為我這幅畫的用意 這裡還有一個花籃 裝著它 對吧 所以我刻意去留一些位 給自己 稍後的時候 加一個花籃 你覺得花夠不夠 我覺得可以還可以 加少少的 我們用回剛才 用花的筆 今次我就不要太濃了 要淡少少的 我們或者可以在這裡 這裡就不用補飯了 因為這些葉是遮光的 你不需要說 你不需要說 道老師你說 沒有飯的 不是的 其實是 可以 撿一撿它 如果你覺得某一飯不漂亮 我們在這裡再加少少 看看 你看 大概是這樣 這一盆花基本都很豐富 所以現在可以暫時 可以彈一彈 各位同學 今天我們就畫畫到這裡 總結一下我們今天學了什麼 首先我們學了海桃花 亦都教了大家畫葉 這幅畫是未完的 未完我們差些什麼 例如說 我們的花心 花裡面有花心 我們需要去點它 這個花心很重要 起了這個畫龍點睛的作用 好 還有葉的墨 葉墨 即是動物的墨 我們下一堂就會教大家 怎樣去畫這些花心 畫這些葉墨 將這個花是完成它 將葉也完成它 還有 還有一個花籃 我記得我第一堂講過 我自己在構思裡面 有一個花籃是裝著它 所以在下一堂 我們就會繼續教大家 去完成這一幅作品 大概會變成這樣 看到了嗎 下次見 公聯最新YouTube節目 阿公Channel 在YouTube等著你 記得CLSS 按一下小鐘 留意我們最新資訊 我們下次見